瑞税乡名代表林玉芬平常就热于助人 这一次接鞘到新联新公益协会 疑问之下原来是资深艺人陈昭荣 他所成立的社团法人中华新联新公益协会 主动捐赠两公顿的米 代表林玉芬表示因为瑞税有11个文件站 另外两个是新的还没有开始 因此会先以9个文件站为主要的捐赠者 其他的会捐给需要的边缘户 从瑞税乡农会专用货车搬下来一箱一箱的米 可是远从关山搬到瑞税 这是乡名代表林玉芬促成的 平时就热心一主动找公益团体及企业 来赞助生活物资给需要民众 这次接获到资深艺人陈昭荣成立的社团法人 中华新联新公益协会 主动捐赠两公顿的米 目前因为这个米不能放太久 我们一共有11个站 有两个新站9个旧的站 那因为不能放太久 我在想说是不是就分给9个站 因为这米不能只能放在常温底下一个月 那我们的新站还没有开站 所以我会分送给9个文件站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有一些比较偏远户 我们可能会一小部分送给他们 第一站就先来到加拿拿部落文件站 长辈们满心感谢 也感谢代表林玉芬主动关系长辈 也让文件站有爱心米可以吃 我们的个案有27个嘛 所以那我们有就是在这里供餐 那像这样子的话 一个半夜 对 是 对一个半夜差不多就可以消耗掉 对 其实这样也是很感谢了 对对对 因为办还是需要的 代表林玉芬表示 因为瑞瑞总共有11个文件站 另外两个是新的还没有开始 所以会先以9个文件站为主要捐赠者 其余的会捐给需要的边缘户 让这个爱永续下去 记者高商商 瑞瑟相采访报道